大家好,9月5日晚上9時10分又和大家講兩個葉碗的話題 一個是講傳說的傳聞檢測 這場大龍鳳政府已經督定要做 報告大龍鳳的進展 到今天聽說104萬人登記了 我猜這班飯桶都很開心 因為一定要和爺交差 整班飯桶就說 最初就說要五六百萬人 現在看來五六百萬就做不到 但如果少過一百萬 我想七七七和那班飯桶都要打屁股 所以現在怎樣做好做醜呢 找一些建制、寶王那些出來 拉夫按拉都拉到一百零四萬 去到現在一百零四萬 做了檢測 最後的數字不知道 官方數字就說 超過六十八萬人 去到六十九萬人做了測試 不過很奇怪呢 驗就驗到二十八萬 四成左右 大家還記得 這個 下到來那班 就是我們那些 國家隊 很厲害的嘛 國家隊 跨下海口 就說一日 三十萬個 一日三十萬個就不奇怪的 因為他原本說要十四日 就要做五百萬人 那我跟他計過 十四日做五百萬人 一日要三四十萬個才行的 那所以一日做三十萬呢 就蠻蠻蠻的 不過呢 現在做了超過四日了 赤 euros 二三四五 今天是完動 星期六個第五日 做了四日 三十萬都不夠 那那就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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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n��的機器 還沒行站到 有這個問題 那個問題 那總之呢 在蠻地岸 賴這個賴那樣 不過賴來賴去 都是28萬醜樣一點 怎樣跟爺爺交代呢 最初講得這麼厲害 一天三十萬 現在四天 超過四天都做不到三十萬 我看這些 全部飯桶都要打屁股的了 這些跟我們無關 我關心香港人的 今天的進展就是有幾樣 香港人都覺得很離譜的 第一就是看一些報道 物資都不夠 現在已經說那些去幫忙做的那些護士 那些姑娘那些醫護人員 沒有口罩、沒有保護衣、沒有手套 是甚麼都沒有 簡直真是匪夷所思 現在做是不夠七十萬 那時候說做五、六百萬 他怎麼做的 做到現在六十幾 未夠七十萬 已經沒有口罩、沒有保護衣、沒有手套 那如果真是好像最初那幫飯桶 說五、六百萬人 就實在想當 所以這個政府 你真是信他一成都死了 因為現在那些醫護人員和那些義工 就在一個極度困難的境況之下生存著 不出聲 沒有口罩、沒有保護衣 不夠 那我聽護士說是怎樣呢 是要出私火 即是如果他們有自己私火 也要帶去 如果他們在不同的工作崗位 工作單位那裏做 就要跟那個工作單位借貨 甚麼都借的了 口罩又借 手套又借 保護衣又借 總之全部借去那裏 都慘不忍道 即是做到這個情況 那麼重要呢 就是那些 我們那些清潔傘傘 是那些阿叔那些 就要將那些做了檢驗 包括那些棉花棒 沒有人跟他管的 就去那些垃圾站 當家居廢物 然後那些污水就掃出街那裏 即是我覺得這個 簡直是 即是覺得是醜到 即是醜出國際的 這個這樣的全民檢測 即是講到天下無敵 講就天花龍鳳 做到未到特大做 就是又是一句 有心無力 那現在怎樣收科呢 那時候林鄭 跟我們香港人說 大家都知道是吹水的 她就說五千個 就應該有一個這樣 那現在就驗了二十八萬個 去到今天呢 就大概有八個 四個其實已經確診了 四個就是新發現 那確診那些的確 就不應該在這裏做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醫管局或者衛生署做些甚麼 因為所有確診的 或者康復的病人呢 其實政府有責任跟進她的 現在很明顯呢 就講一套做一套 即是說跟進實際上 那些那些 香港人有四千幾個 曾經確診過的那些 都是孤兒的了 是沒有人理的 自生自滅 那所以呢 它搞到這些叫做 確診過 又復原了那些呢 就政府不理她 因為醫管局不理她 衛生署不理她 自己唯有硬著頭皮 就去做全民普測 那這四個究症呢 其實它的影響未必很大 因為為甚麼呢 雖然它是 說它是有個病毒 但是一般他們離開醫院 或者離開隔離之前 他們確保在那些 胸後退後疫那裏 是那個 病毒的數字是很低的 這是第一 第二呢 也要確保它 是身體上的抗體 是足夠的水平 就是換言之 那一批究症 包括這四個 的傳染力是很低的 那就 現在找到四個 那我當它是 那四個都中了 或者更加多 那就有人跟它計過數的 現在 臨尾 它現在做到 大概是七十萬個左右 據說成本是三百元一個 實際上多少呢 就 沒有人知道的 因為 現在 名義上 是大陸沒有收錢的 實際上沒有人知道 這些 你先聽著 我當它七十萬個就是二億 然後政府 粗略計 每一個星期 這個 這個 檢測中心的 那些 人工 那些 其實那些 說就說 志願工作者 政府都會給他錢 還有某程度上 是重賞之下 找勇夫 雖然我都知道 很多姑娘 是被人迫去做的 迫的意思就是 你上頭 答應了要去 那不可以不去 除非不用打工 所以很多機構 都要出人的了 不然就會黑豬 最頂的老闆叫他們這樣做 所以 私家醫院 很多地方那些 都要 硬硬要 推些人去 用了醫療輔助隊 救傷隊 護士學生 醫學生 什麼學生 總之 隨便 總之是跟醫院有些關係的 連姐姐哥 那些健康服務助理 都殺 什麼人都殺 大概1億一個星期 到現在 大概 照正 如果不算大陸的資助 就1億 如果算大陸的資助 大概是4億左右 找到4個到目前 不是很貴 1億一個這樣 不過原來 找到那4個都不等於 那4個都是有機會存的 因為廣大早前做了 雖然梁卓偉 大家都知道 都是拆鞋子 但是 他都有時候 作為一個學者 都不可以完全說謊 那他都說了 其實他做了那些 港大有些研究 那他估計 整個 全香港的700萬人 大概可以找到400 幾個左右 然後 大概有百幾個 有他 有八四個 一定有傳染力 有三分之二 一定會傳染 這也是一個 統計的數字 即是说如果我们用现在大概六分一 如果百四个六分一大概有二三十个左右 我估计如果去到尾 如果真的一百万个 就那里三亿再加上亿五亿 就四亿五千万 就大概当它去到很尽二三十个 就是大概三千万一个人左右 那我们的政府是很好的 三千万一个人 二三千万一个人 这个三议局长聂德权 和陈姑娘局长就说不要看钱 钱不要紧要 找多少做多少 其实真的很好 我们这些繁桶 已经将香港的钱倒入咸水海很多次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修例的风波 再加把关不力 令到香港鸡毛鸭血 已经贴了出来的钱 已经二千九百亿 所以那二千九百亿已经拿出来 它现在说多少 四五亿不是钱来的 对于这些饭桶 不过你不要以为它很疏爽 因为七七七林郑早前已经说了 打了开口牌 他说香港会面临最大的赤字 应该去到三千亿的赤字 不过七七七已经说了 他说你千万不要预计 我们会有任何钱给市民 已经封了落了闸了 即是一方面 累到通街都是令到香港人水深火热 他可以厚颜无耻 说他不会给钱 不会帮市民 不过这一笔鞭 即是为了要做戏 拆鞋 就几亿几亿 或者现在我们讲一下 大概二三千万元的一个证 他都在所不惜 即是我觉得现在那种政府那种烂 那种离谱 和不要面的情况 是谈为观止 有没有用呢 那我又再和大家重问了 这个测试呢 大概有效期是七至十四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到现在呢 政府都不肯在关口做足一个检测 仍然呢 除了那些海员和机组人员 还有超过三十类的人士来到香港 碰行碰国 不用测试 指一下鼻子就可以了 然后做那些医学观察 即是说叫等民到 你懂得说你有事 去看医生就可以了 如果你说没事 他都来你不寒 上个星期都讲过了 如果说是袁国勇 都不是那些 都不是那些 跟政府拗劲的人 都说要做到滴水不流 那似乎林郑 虽然死了 去到今天都是七十个以上的老人家 总共 但是他都是 这个政府仍然厚颜无耻 不会到一个协 死了那么多 伤了那么多 那么多重症呢 他都不会到一个协 不但如此 这个豁免检疫计划 擴大豁免检疫计划 应该都会继续做的 即是说呢 你有利益检测 有没有用都不要紧 因为起码和爷爷交差 即是说国家队有支持 应该感激楼梯的 香港人全香港要感激楼梯的 所以任何阻拒那些 都是被他用抹黑成为 什么反政府 反中央 最重的罪名都可以拿出来 因为你不要讲事实 也都不准讲数字 也都不准问问题 也都不准问质疑政府 也都不准计数 是什么都不准 总之你讲一句不合听的话 他就将你打到最重的罪名 罪犯来的 这个政府简直是可耻到云 那就没有去做好个关口 所以做完之后 其实都是只有一个字去形容 做完之后是得过吉的 因为为什么呢 7至14天之后 因为那些人做测试的那些没走的 即是今天做完测试 所以明天都不知道去哪里 那那个关口又可以放人进来 所以7至14天之后 是没用的 那现在政府可能就会 说做完可以再做 那也是的 钱多得太 做完继续做 没有限论会 其实你永远做久都可以做的 因为那些政府说 你做完 没有说不会再碰到的 所以现在为了策数 就算你做完测试 如果是没有带病毒阴性 你可以再预订多一次 那理由很简单 如果你做完测试阴性 如果你又说 我有机会 我怕碰到那个高危的 那我做多一次保护自己 那又是对你的 其实天天都会高危的 那政府把关不力 那天天都高危 那岂不是可以一天做一次 那一天做一次 如果一百万人 就是当一百万人 你都知道很多都是 很多的老人家 或者那些被人 就是哄去做都不出奇的 再加上有些地方说 有十个口罩 外科口罩送的 那可能政府 那么无良的政府 有口罩 那可能有人去拿 其实做七次 就变成七百万 是的 七千万都可以 是不是再做就行 不停地做 无限论会 乘完又乘 因为阴性就可以继续做 阳性 只有八个阳性 四个是中个招 只有那四个 就是那一百零四万人 其实理论上 可以不停做 做完又做 做完又做 怪不得有些人说 十四亿都不是神话 一路是这样做 是这样做 晚上做 十四亿都不是神话 那快可以超英港美 追过大陆的了 我们这个 这个无耻的政府 那有没有用呢 大家用脑子想想都知道 当然没用了 但是政府用尽所有的阴招 去哄香港人了 包括说 开不开放的关口 不是 开不开放那些 社交距离的政策 就是看这里 这个聂德权呢 讲到没得我讲 你想不去日本旅行 不做就没得去 就是这些 很低庄的东西都出卖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政府那种水平 那种烂的方法呢 是另外惊奇的 其实这些很多官 我以前都认识他们 在林郑政府之前 都没那么难 都没那么坏 就是做到 就是这么低庄了 但是 有时候很难 就是头是这样 跟着头 那没法治 是吧 他都做到低寸 没寸低 所以做着他的马 那些 个个都是很低庄 那已经去到 根本都不需要说理由的了 总之 阿sir 不是阿爷说 怎样呢 就要去做 否则的话 就是要黑猪 那这种状态 就去到最近 就是销到另外一块 就是那个教科书的问题 话说这个教育局 这个杨润雄就说 教科书里面 不准说三权分立 接着777 林郑说 哪有三权分立呢 浪费 没有三权 三权合作 就是一个人做人做得 好像林郑那样可恥 真是世间极品来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说做了40年官 97年那时候 他应该是未死的 应该在做 他都知道 当时回归的时候 有人找回当年97年 政府对于香港的描述 是讲得很清楚 三权分立在香港 一个存在的一个状态 其实所有民主 或者有自由的地方 都会尊重三权分立 他就说三权分立 没有说出来 其实也是足自失 你说香港 很多地方 包括很多民主 用民主行民主制度的地方 都是行政、立法和司法 是互相独立 互相监察 互相牵制 还有确保 没有一个地方 有过大的权力 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绝对权力 令到人绝对腐化 所以当我们见到 现在 由回归前到回归后 现在讲到23年了 然后突然间 说给香港人 这个777林郑 可能她自己说 就是拍马屁 也可能是代大陆说 没有三权分立 大家还记得 大家还记得 当早前很多欧美的国家 取消对香港的一个特殊的关税地位的时候 理由就是 香港已经没有一国两制了 跟国内的其他城市没有分别 政府就事后抵刑 大陆中央政府 特区政府也不断去骂其他人 又骂别人误解 又说抹黑香港 不对 但这次是你自己说出来的 你说没有三权分立 即是你破坏了香港的原有制度 即是破坏了一国两制 即是没有跟这个基本法 你自己清清楚楚说出来的东西 没有人逼你的 终于讲真相 骂了香港人23年 骂了全世界23年 骂了别人说 给一个特殊的地位你23年 然后你今天告诉别人 从来都没有的 那种离谱可耻 和不要面的情况 是很令人探 即是也是要探迷观止 但这样其实真是伤害香港 因为大家都知道 香港和中央大陆最大的不同 或者在基本法里面写 就是原有的制度是要保护的 为何要保护原有的制度 这个原有制度 是你签中英联合声明的时候承诺的 基本法里面写了的 亦都是透过这个制度 令到香港有一个特殊的关贸地位 亦都由于这个特殊关贸地位 中国大陆 香港或者全世界 都有一个平台去做生意 其实你说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 其中一个窗口或者令到它可以成功的 就是香港 为何香港可以做到这个位置 而是因为它行一国两制 包括它有三权分立 尊重自由民主法治 然后告诉别人 我不看的 那些全部假的 没有什么三权分立 你发神经 三权分工 三权合作 有没有人这么离谱 这么可恥的呢 有 我们现在的政府就是这样 你怎样去怪别人 将香港原有的特殊的关贸地位取消 你怎样去怪别人 说香港失去了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你政府 你林郑你777自己开口说出来的 不尊重基本法 不尊重一国两制 自己打自己嘴巴 自己毁灭香港的制度 不是这班人 这个是很深远的影响 因为香港虽然未去到真正的民主 立法会 当然现在说立法会都是浪费 大家都知道又有DQ 又可以取消选举 已经去到无所不用其极 将整个制度换弄于掌上 以为很过瘾 我多过瘾 哎 立法会我要废他就可以了 我现在废了他了 哪个DQ 我哪个不喜欢他 就不要 选都没得选 你国家其实什么选 不准了 就是这些这样的做法 我现在怕输 这个选情需要 找这个疫情做藉口 一年后才选 就是想着很过瘾 因为一样东西都可以玩弄了 这个什么 行这个国安法 法官我喜欢用哪个 就用哪个 对听的就用 不对听的就不用 就是已经去到 司法也好 法治也好 立法也好 已经玩弄于掌上 以为很过瘾 但其实伤害整个香港 甚至伤害着祖国 都是这一件事 你想想 当全世界认定香港 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 失去了基本法里面 所有保护的一国两制 最终受害 肯定不是香港单独 整个中国的发展都会影响 那有什么好处呢 打烂了有什么好处呢 未必有好处 但他会这样做 不要问为什么 因为是不准问的 林郑教我们的 如果你问问题 如果你批评 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 只要跟政府的政策 跟阿爷的政策 是不一样的话 你反政府 反中央 反中联港 就是难听些 就是这一种 就是令到香港 是要漂白 灭声 和失去原有价值的 最大最大的打击 但是对着这班废财 拆骑仔 其实是浪费的 因为这班人 已经把灵魂出售了 是没有灵魂 其实那些官都是行私走欲 基本上都是 就是 在这 有些就 要讨过人工 几百万年薪 就是 这班废财出去 一毛钱都不值的 那现在有几百万年薪 找得一年 得一年 是吧 这些全部废财 那第二 现在要有权 和肯做拆骑仔 就是 可以这样说 是集总的一人之下 所有香港人之上 都挺个人 是吧 所以 可悲 其实是绝对可悲 因为 似乎 风马鸢不相及 就是你说 这个疫情 这个三权分立 但是 其实说真的 两件事都是破坏香港的原有制度 三权分立 被它打破了 就是说 香港原有制度失去了 香港的 特别的条件 没错 这个疫情 产生出来 包括这个 全民普策的一些 风风雨雨 告诉香港人 你的核心价值 是不会有的 因为你是不能够 去行使专业的判断 不能够从专业判断里面 质疑政府 不能够从专业的判断里面 问问题 不能够跟政府 是有不同的意见 不能够唱对台戏 不能够不支持政府 只可以做 傀儡 木偶 只可以 违名是从 只可以做 无灵魂的一件工具 只可以继续 跪拜这个权力中心 只可以继续 服从这个恶的势力 只可以继续 不用努 只要 阿sir 或者这个Madam 这个废柴 讲任何的东西 你就要听 两件好像不关系的东西 其实是同一件事 因为 香港从来不是这样 我们都是尊重原有制度 尊重法治 尊重立法会监察 尊重政府 政府不能够有权用尽 无论你多高 高于这个特首 你都要 是 问责 虽然没有真正的问责 但一定要 是受到立法会的监督 司法制度也有权过问 但这件事在 今时今日 在这一任777政府之下 已经被他杀死了 他有权这样做 他当然有 你一走出来 现在限聚令 所有多个两个人 他们发告票 再不是的 什么都可以告你了 什么非法集结 非法集会 扰乱公众秩序 这个 再重些 用国安法 颠覆国家政权罪 什么都可以 现在是没有什么不行的 说得出口 就可以告得出手 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是一个荒谬的情况 是一个不能容忍的情况 不过 它每天都发生 是不是要放弃呢 我觉得都不可以 当我们 除了我们这一代 我们都在看下一代 当下一代 面对一个这样的课程 教育制度是完全 是要做一个洗脑工具 香港人是要被逼做奴隶的时候 我们更加要捍卫 不是我们只是这一代 而是我们一代 一代的年轻人 今天我在面书里面 也提到 刘康这个小朋友 18岁 是要逃亡的 我们断不会希望 所有的香港人 要走上逃亡的 这一个 最后走的一步 也都希望保卫我们自己的家 我们的要求也都不是很多 原本有的东西 我们只是想有 一国两制 那样自讲高度自治 没有说过要多 只是要求在 《基本法》中英联合声明里面 写的承诺 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权利 也都是写《基本法》 应该保持到 给每一个香港人的 不过今天这个废柴的政府 废柴的特首 废柴的情况下 这都已经成为 未必 或者可以这样说 是很难达到的 但如果我们放弃的话 这一世 或者未来的 世世代代 都拿不到不特意 还要世世代代 是要做奴隶 所以 没有人想做奴隶 就是我们一定 尽我们的力 无论有多大的困难 我们用我们的方法 去抗拒 反抗这个极权 最后一句 万事小心 保持保护自己 不能够信政府 但我们可以信自己 戴口罩、洗手 还有如果在抗争的时候 我只是说一句 大家be waters 可能明天或者后天 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都有一些市民 会发声的一些地方 不过大家万事小心 be waters 我们保存所有的实力 要跟这个政权 独裁政权斗长命 所以大家不要 很容易牺牲了自己 好 今天说到这么多 都九点四十分 希望早点休息 未来会继续和大家 分析一下疫情 看看最后 结束了大龙凤之后 我们有什么新的数据 我会继续和大家 报告的情况 好 最后 拜安 请守护香港 守护十四亿中国人 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